那天我跟两个朋友聚会结束 准备回家嘛 在停车场的时候 有个陌生人 气得羞羞的 冲着我们就走过来了 随着圆骂着 你瞅什么 瞅你妈 这瞅瞅你 你这些的话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 对方冲上来 掐我过头就给了尾巴掌 打我脸上了 我让人特别紧张 而且他一只手 往身处去背 天又黑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刀之类的 就想着就赶紧阻止他 然后他们发现 两个人多喝了酒 最新军的 现在派出所看见对方是轻伤 我是故意伤害 我心里感觉挺冤的 遇到这种情况 难道只能他打我 伤害我才行吗 这为什么不是这么防卫呢 抖晕